大家好,我是香 2000年5月24日早上7点30分左右 韩国果川市的环卫工人 正在中央公园的垃圾收集站 收集头一天晚上市民扔下的垃圾 当时有三个一模一样的垃圾袋 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垃圾袋的外面都沾有 星星点点的血液痕迹 同时还传来一阵阵的恶臭味 于是他便好奇地打开了其中一个袋子 而垃圾袋里面的场景 把他吓了一大跳 里面竟然装的是人类的残骸 回顾神来的环卫工人 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案的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当他们把剩余的两个袋子打开时 惊悚地发现 袋子里装着的竟是两个人的身体部分 包括中年男性的右腿和左手 以及中年女性的左腿和胸 这些部分都用报纸包裹着 并且已经被血液浸透 警方当时尝试了将各部分进行拼凑 可发现并不完整 因此他们推测 剩余部分可能已经运到了焚烧站 或者是被凶手丢弃到了其他地方 果然当天下午5点左右 经过警方接近一整天的搜寻 他们在拉接焚烧站也找到了一部分 但仍旧不够完整 好在 由于毁坏的程度并不严重 因此法医推测 两人的去世时间应该只有2-3天 而警方当时也采集到了 受害男子的完整指纹 经过法医部门的比对 当天晚上 他的身份便得到了确认 遇害的男性是一名60岁的男子 姓李 住在韩国果川市中央广场附近的一间公寓里 在起初发现的垃圾袋上 也印有他所在公寓的标识 应该是公寓内部使用的物品 因此警方推测 第一案发现场或许就在他家公寓 李先生是一家之主 有两个20多岁的儿子 妻子黄女士50岁 考虑到所发现的另外一具身体 年龄与他的妻子相仿 但由于女性身体的指纹因损坏而无法辨认 因此警方也只能初步推测 他可能就是李先生的妻子 当时令警方感到奇怪的是 他们并没有接到过关于李先生的失联报告 于是便打算询问下他的家人 李先生的大儿子因为长居韩国首尔 所以在这起案件中并没有遭遇伤害 但是与他们同住的小儿子李恩熙就不确定了 警方担心凶手谋害了一家三口 并将李恩熙抛弃在了其他地方 于是便立即赶往他家公寓进行查看 可是无论警方按了多少次门铃 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于是警方找到了邻居和公寓的保安问询 在确认了李恩熙近期没有出门活动后 他们更担心了 孩子是因为睡着了没听见门铃 还是已经遇汗了呢 考虑到人命关天 尽管不符合程序 警方依旧还是叫来了专业的锁将 他们在保安和居民代表的见证下 准备强行进去 由于该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毕竟凶手很有可能还在屋子里 甚至还有可能携带作案工具 因此门口的警察都严正以待 就连开门的锁将也都跟着紧张了起来 而就在锁将快要将门打开时 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 这一变故瞬间把锁将吓得跌倒在地 而现场的警务人员也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还好保安认出了 开门的人正是他们家的小儿子李恩熙 这才避免了他被警方误伤的事故 李恩熙还活着 这令现场警方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因为韩国的果川市 这些年一直都被誉为 经济到治安最好的城市 当前两个受害者已经令他们焦头烂额了 如果还有第三个受害者 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将会前所未有的巨大 于是在确认身份之后 警方当即向他询问父母的去向 当时的李恩熙很平静地表示 自从父母上周日去教堂之后 就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 而警方追问道 为什么父母失联了三天却没有报案 李恩熙很淡定地告诉他们 自己以为他们去了哥哥那里 所以自己也正准备去首尔找哥哥 可当警方告诉他 他父亲的身体在垃圾场被发现时 他显得很惊讶 随即便又低下了头 在警方的要求下 李恩熙将他们领进了屋内 屋子里干净整洁 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和痕迹 可是当警方不断地询问他 父母失联前的严刑情况时 李恩熙的回答开始变得有些异常 而随着问题的细化 他的声音也逐渐变得颤抖 手上的小动作也越来越频繁 包括神情也非常不对劲 而这些对于经验丰富的警方来说 一看他的小动作和表情就知道 这起案件应该与他有关 于是便提出 让他一起回警局配合调查 当时的李恩熙没有反抗 也没有拒绝 就在李恩熙离开家后 警方随即申请了紧急搜查令 试图对这间公寓进行调查 通过卢米诺测试 在客厅和卫生间 发现了部分微小的血液痕迹 警方当即提取样本 送往法医中心 经过比对 的确和李恩熙的父母相符 除此之外 他们在起初发现身体的垃圾袋上 所发现的指纹 也与公寓里搜集到的小儿子 李恩熙的指纹相符 至此 他们可以确定两点 女性受害人的确是 李恩熙的母亲黄女士 并且案发地就在他们家里 考虑到门窗没有破损 且现场除李恩熙之外 没有发现第四个人的痕迹 在结合李恩熙的异常反应 以及指纹证据 警方认为 这是一起家庭内部矛盾 所引发的谋害事件 与此同时 在警局接受调查的李恩熙 一直在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 直到警方出示 从他家取得的证据时 他才表现出剧烈的心理波动 随后便承认 是自己谋害了父母 并且交代了 自己将作案工具 藏在了距离公寓 不远的一个垃圾桶内 剩余的一部分身体 则是被他扔进了附近的河里 于是警方根据他的描述 找到了锤子 剪刀和五把刀具 等作案工具 以及其他身体部分 那么 案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恩熙又为什么 要对自己的亲生父母 下此狠手 根据他的描述 5月20日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 他同母亲发生了严重的争吵 随后躺在房间了他 睁着眼睛一直都没睡着 在这过程中 他反复思考着 是否要通过谋害母亲 来减少自己的痛苦 可之前连鸡都没杀过了他 对人又怎么下得了手 在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后 终于在5月21日凌晨1点时 他下定的决心 为了给自己壮胆 他甚至喝掉了一瓶 父亲珍藏了白酒 随后找出电脑桌下的锤子 对着熟睡的母亲敲了下去 由于父母一直都是分房睡 因此这一举动并没有惊醒 正在另外一个房间熟睡的父亲 而在谋害母亲后 他立刻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但是犹豫再三之后 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可刚刚发生的场景 依旧还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的回放 也让他的情绪愈发的焦虑不安 于是在凌晨5点 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 他想到父亲醒来 看到母亲遇害后 肯定会收拾他 于是便带着锤子 走向了父亲的房间 用他的话来说 起初他并没有打算 伤害自己的父亲 可是他太害怕了 在完成了对父母的谋害后 李恩西开始思考如何处理 根据之前看过的影视资料 他决定在屋子里找一些工具 将它们分成若干部分 而为了防止建的到处都是 他还特意拖到了浴室 进行这一工作 当时他将大块的分散 并扔进不同的垃圾桶 小块的则伪装成厨余垃圾丢弃 为了防止被发现后 警方会根据面容 立即确认出他父母的身份 他甚至将其头部 单独扔进了盒里 最终 在完成这一切之后 为了消除痕迹 他还在回家的路上买了清洁剂 花了三天时间 对整个屋子进行清理 在他看来 自己的上后工作做得十分细致 可他没想到 如今的调查手段如此厉害 据警方了解 李恩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部队 性格都极为内向 甚至有些懦弱 基本没见过他发脾气 所以他真的会因为 和母亲的一点小矛盾 就将他们谋害吗 当警方将这个问题 抛给李恩西时 他沉默了 最后还是得到消息 赶到警局的哥哥 为警方做了解答 从首尔赶来的哥哥 在了解事情的始末后 也沉默了好一会儿 随后便说出了一句 令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话 我理解我的弟弟 如果我没有搬离那个家 或许我也会跟他做出一样的选择 兄弟俩竟然有一样的想法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 有这么大的恨意 随后 哥哥道出了缘由 他们的父亲曾是一名海军军官 官至中校 退伍后 在一家大企业担任经理 收入十分可观 对于从平民家庭走出来的人来说 父亲一直都是家族的骄傲 因此也养成了他独断专行的性格 母亲和父亲是通过没人介绍认识的 母亲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政治外交学院 她痴迷于权力 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总统的第一妇人 所以那时候她同父亲结合 也是抱着这个目的 在他看来 军官在那个年代更容易进入核心阶层 并且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军官的父亲 有很大希望能更进一步 因此在两人结合后 很快就有了他和弟弟 尽管他们家庭条件富裕 但是家庭关系却并不健康 父亲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在家里也带着他在部队的风格 对待两个儿子就像对待下属士兵一样 强迫他们接受严厉的军事化教育 并且他对待家人极为冷漠 而同样的 母亲也是一个极度自私的利己主义者 在父亲仅仅只是以忠孝的身份离开部队后 母亲第一夫人的梦破碎了 原本就没有感情基础的他们 矛盾日益深化 由最初的争吵变成分房睡觉 再变成一句话都不说 并且他还将这些负面情绪 不断地传递给两个儿子 他们两兄弟从小听得最多的就是 要不是为了你们俩 我和你父亲早就离婚了 要不是你们两个脱油瓶 我的生活怎么会这么糟糕 并且他还将这些负面情绪 转化为了行动 当时上幼儿园的李恩西还不会细血带 这对于肌肉没有发育完全的孩子来说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是他却迎来了母亲一顿打 小小的恩西甚至都不明白 为什么母亲要打自己 他只知道 如果母亲不开心就要遭受皮肉之苦 母亲自认为自己十分的优秀 因此他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 一切与学习无关的行为 在他看来都是异端 在别的小朋友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 受父母夸奖的时候 恩西却因为画了几幅漫画 而被母亲打到头发都被扯掉 而他们的父亲在外面很少回家 他也一直认为 抚养孩子是母亲的事 因此 偶尔回家的他 也并没有因为很久没和家人相见 而变得温和 他也曾因为恩西没有好好吃饭 而将手中的筷子朝他脸上扔去 尽管因为恩西的躲闪没有伤害到他 但是巨大的力度 让身后的窗户玻璃遭了痒 总的来说 兄弟俩对父亲的厌恶 相对母亲而言少一些 但仅仅也只是 因为他在家里的时间少一些而已 并不是他的行为 带给了兄弟俩什么温情 后来兄弟俩慢慢长大 父母的恶意 也随着他们年龄增长而增加 因为他们逐渐也成了母亲 和其他家庭攀比的工具 因此 在学习不尽人意被母亲知晓时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 母亲都是抬手就打 并要求他们跪下忏悔 在这样的高压下 哥哥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叛逆 一言不合就顶撞父母 后来父母也因为哥哥的难缠 而减少了招惹他的次数 而性格越来越内向的恩西 则成了父母最大的出气筒 渐渐的 他患上了严重的社交恐惧症 再加上他的身材矮小和父母的忽视 恩西在学校也成了被嘲笑和欺凌的目标 班里的一个同学甚至还给他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外号 这下恩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里 都没有一个让他觉得温暖的地方 好在他的学习还不错 在韩国高考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最后他上了韩国最著名的私立学校高丽大学 并在里面学习工业系统和信息工程 可是这并没有达到他父亲的预期 父亲希望他上了士首尔大学 并因此辱骂他如同一个废物 活着有什么意思 那会儿恩西也跟哥哥聊过 其实他也想过首尔大学 但是首尔大学需要参加内部的入学考试 而这个考试比韩国高考更难 如果选择复读 他也担心自己考不上 会无法面对父母的责骂 并且他也不想再重新学习了 因此最终就直接去了被录取的高丽大学 事实也正如恩西所说 他确实不太喜欢学习 以至于上了大学之后经常逛课 而身边的同学也很难相信 他曾是一个优等生 但用恩西的话来说 他从来都没喜欢过学习 之所以能以优等生的身份进入大学 是因为一直以来 他都害怕自己因为成绩不好 而被父母责骂 他直到现在都记得 小时候因为学习到很晚 不小心睡着 被母亲打得鼻青脸肿的事 当时他还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在学校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或许父母会因此而开心 而事实并非如此 父母对他们只有打击 从小到大 无论他们取得怎样的成绩 换来的也都只有父母的不屑 以及他们所列举的别人家的小孩 兄弟俩从小到大 没有得到过父母的一点关爱 哪怕是最基础的生日 父母也从来没有帮他们过过 听闻他哥哥的讲述 警方意识到 恩西之所以会做出谋害父母的事 原来是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愤怒所造成 想到这里 警方决定让兄弟俩见一面 或许见到自己的哥哥 作为当事人的恩西 就能够透露更多有用的信息 果不其然 在看见哥哥的第一眼 恩西瞬间破防了 他流着泪告诉哥哥 我不想这样的 我不想伤害他们 可是他们逼我 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我 哪怕我再多委屈 在他们看来 甚至都不如去买一件衣服重要 而看着恩西的样子 哥哥什么都没说 只是走上前去 抱住被固定在审讯椅上 声泪俱下的弟弟 那一刻 他的心里也做了一个决定 辞职为弟弟找到更多能够证明 他曾被父母不良对待的证据 为弟弟争取更轻的刑罚 在哥哥的怀抱里 恩西逐渐平复了情绪 他终于开口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除了哥哥所说的那些以外 他还表示 自己在上大学之后 就到了服兵役的年纪 就这样他来到了部队 由于他服役的是空军 因此服役时间为21个月 可在这21个月的时间里 他的父母从来没来看过他 可之前他的哥哥服役时 父母却经常去探望 每次看到自己的前辈或者是后辈家属 带着大包小包来嘘寒问暖时 他也会因为想到自己的父母而变得沉默 不过尽管如此 他觉得相比之前的时光却是幸福的 因为自己再也不用恐惧父母的责骂 后来当他服役结束回到家里时 得到的消息却是 父母用他的名义贷款 给哥哥在首尔买了一套公寓 对此他难以接受 并和母亲发生了争吵 而母亲给他的解释是 哥哥如果背负贷款 则会影响他以后的工作 尽管他质问 自己将来的工作难道就不重要吗 换来的却是母亲的嘲讽 为此他还和母亲冷战了六天 每天吃饭上厕所 都是在母亲睡着后的深夜 而母亲或许也觉得 对他有一丝亏欠 所以每天深夜都会在桌上 给他留下饭菜 但是却始终没有跟他说过 一句抱歉的话 而后来当父亲出差回来后 母亲告诉了他 恩西与他冷战了事情 就这样 他又被父亲痛骂了一顿 于是他忍不住 说出了自己这些年所受的委屈 他以为父母会因为自己的控诉 而产生一点反思的态度 可事实相反 听到他的反驳 父亲第一句话就是 这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现在拿来说 当初你怎么不知道说 而且现在是说你的问题 你却在找你父母的问题 这是你身为儿子的态度吗 而在说完这些之后 甚至还提出 要他跪下 反思自己的过错 也就是在那一刻 恩西彻底绝望了 他知道自己多说无意 所以带着深深的失落 回到了房间 就这样 躺在床上的恩西 越想越觉得委屈 他觉得这一切 都是因为母亲的自私 导致自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最终他爆发了 然后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从他的成熟听来 似乎像是父母在偏心 并把所有好的都给他的哥哥 然而其实并不是 他的父母都是只爱自己的人 不存在更偏爱哪一个 只不过兄弟俩的性格不同 哥哥性格外向且暴躁 一言不合就会和父母顶嘴 是一个非常不好惹的家伙 因此性格内向的恩西 就成了父母的出气筒 并且成为了父母 用来安抚哥哥的工具 尽管哥哥也不想让弟弟受委屈 可是在这样的家庭里 他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例如这次买房子 原本他打算像以往一样发脾气 让父母出钱 让自己独立出去 可是母亲连招呼都没打 就用弟弟的名义办好了一切 原本他想着自己加油努力 把贷款还上 再弥补弟弟 可如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而现在他能做的 就是想尽办法让弟弟解刑 听闻所有故事的警察 对恩西兄弟俩很是同情 但是恩西犯下了如此恶性的案件 终究还是要按法律来执行 韩国在2000年的时候 因为刚刚开始不执行死刑 但判死刑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不像现在几乎很少出现 所以按照恩西当时的情况 十有八九就是死刑 而现在唯一的变数 就是他的哥哥 是否能够找到更有力的证据 表明他们父母曾经的行为 有多恶劣 就在警方准备将恩西 移交解放之际 负责此案的警官 在最后一次整理从恩西家搜查出来的所有证据时 无意间发现了两个本子 打开一看 正是恩西父母的日记本 而这些日记本 也让这对父母的不正常更加具象化了 恩西的母亲在日记里 不止一次吐槽自己的丈夫 声称因为她的没本事 让自己没有得到理想的地位 从而被人取笑 她甚至在日记里诅咒自己丈夫是魔鬼 而且她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孩子们的厌恶 并在日记里咒骂自己的孩子 希望他们彻底消失 而除了这些 日记里还记录了她对权贵讨好的想法 以及对比自己低位低的人的嘲讽 一个虚荣虚伪自私的形象 在她的日记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他们父亲的日记里 警方也知道了 为什么她对于孩子上首尔大学那么执着 因为她自己当初的梦想就是首尔大学 但是没有考上 之后便去了部队 后来她又卡在中校的位置不得晋升 在她看来 如果自己有首尔大学的学历 这一切都会改变 现在的生活也会大不相同 就这样 首尔大学成了她的执念 并将这份执念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 除此之外 在他们父亲的日记本里 还发现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在案发当日争吵之后写给恩西的 可是还没来得及给儿子 她就已经遇害了 不过也好在没有给出 根据信中的内容 如果给出了 或许恩西最恨的人会由母亲变为父亲 她在信的开头说的还不错 她承认自己因为工作没有顾好家庭 但她随后便认为 父母骂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批评父母之前 自己应该先想想自己哪里有问题 不听父母的安排 还同父母发生矛盾 这是一个孩子应该做了事情吗 你去外面打听打听 哪个孩子不挨骂 这个问题有那么重要吗 看到这里 警方也感到一阵无语 不过这些文字记录 或许也是可以作为 恩西曾被父母不良对待的证据 而当时 李恩西被移交检方后 检方根据法律对他提出指控 并在一审被判处了死刑 而李恩西在哥哥的建议下提起上诉 距离二审开庭还有一些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哥哥找到了媒体 找到了弟弟上学时候的同学 找到了著名的心理专家 并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兄弟俩的故事 当这件事被所有人知晓时 大家都对他们俩的遭遇倍感同情 甚至掀起了一场拯救李恩西的热潮 2001年二审开庭 哥哥和恩西的同学 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哥哥在法庭付出了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 并且拿出了心理专家 对弟弟所做出的心理评估报告 除此之外 恩西的同学也在法庭上 阐述了上体育课换衣服时 不止一次看到恩西的身上不满瘀伤 而在所有证词阐述完毕后 他的哥哥补充了一句 他说 如果我们俩的父母 能够给予我们像老板对待员工那样的关爱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只希望 法院能够看在弟弟所遭受的痛苦和不良对待上 放弟弟一条生路 最终 二审宣判 李恩西谋害父母案 由一审所判决的死刑改为了无期徒刑 法院表示 考虑到社会大众的意见 并且李恩西的确曾因父母而遭受精神和体力折磨 确认他是在极度焦虑 绝望 以及精神状态不健全的情况下 才实施的犯罪 但恶性案件的发生 实为法律所不允许 因此改判李恩西无期徒刑 而这一判决 最终也得到了最高法院的确认 至今 恩西仍在监狱服刑 按照惯例 无期徒刑的人在服刑20年后 可以获得假释的机会 在2021年的时候 恩西就有机会假释 但据说被他拒绝了 或许在他的内心认为 自己仍旧需要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更长久的责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看法 祝愿大家新的一天美好健康 我是肖恩 我们下期再见